带风扇就一定好吗 这是华为最新的WiFi7路由器B17 Pro 配置和价格都与小米B16500 Pro接近 相比于小米 华为削减的内存和闪存 增加了主动散热 那么它的实际体验怎么样呢 我们先从包装看起 WiFi7 6500MHz 超薄膜天线 全2.5G网口 下方还有HAMILIN OS系统的标识 侧面标签有几本信息 合格阵时间是24年9月 盒子背面是功能亮点的介绍 它使用了超薄膜天线 再加上6通道的信号放大器 估计信号会有很好的表现 打开包装 取出路由器 它比想象中重一些 下方是一个简易的说明书 配件有12V2A的电源和超5类网线 这次终于配网线了 路由器的外观比B13 Pro大一些 顶部有华为的金色logo 右边天线有WiFi7标识 前方有一个很小的指示灯 两侧开了散热口 后面有4个2.5G网口 默认WAN口和LAN口自适应 WPS Reset按钮二合一 底部没有散热开孔 用手机设置路由器体验很好 WiFi的默认设置是双屏合一 并且开启了MLO功能 手机连上后顺利协商到了3570Mbps 千兆宽带测速1300Mbps 我还想试试双万的速度 找了一圈发现没有这个功能 我只好连接小主机测局域网速度 手机横向放置速度更快一些 MIO 9 Pro最快跑到了2.2G以上 iPhone 16 Pro和iPhone 16 Plus都是1.5G左右 可能不同厂商的芯片兼容性有问题 拆开外壳 风扇与散热片布局很好 风扇在一边 风到刚好经过整片散热片 取下主板 另一面也有散热片 而且也挺厚的 这是主板与散热片分离开的样子 两片散热片的重量是275克 用料很足 芯片方面 这次华为用了全高通方案 主控芯片是IPQ5322 四核A53 频率1.5G 内存512兆 散存128兆 网口交换芯片QCA8386 5G Wi-Fi芯片是QCN6224 带4颗外置功率放大器 CPU引出的2.4G Wi-Fi 也有两颗功率放大器 背面没有芯片 配置与小米6500 Pro接近 但是少了蓝牙核NFC模块 核盖之前我想试试风扇 环境温度26.8度 路由器开机一段时间后 散热片温度到了均匀的状态 保持在46度左右 风扇一直都不转 我只在开机的时候见它转过一次 外壳装好后 表面塑料温度38度 发热区域与主板形状对应 我们再看看它的后台 华为路由器的后台都差不多 我们看一下它的系统版本 4.2.0.31 已经是最新版本了 这个是鸿蒙系统 我没有发现它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相对于其他品牌 少了双万和难口聚合 功能列表里面可以手动开启802.112 能进一步提升Mesh漫游速度 手机端APP做得非常易用 有测速、游戏加速、网课加速、儿童管理等功能 带路由器市场 但是里面的应用很少 安装路由状态功能后 可以看到CPU和内存占用 千兆宽带测速时 CPU占用在10%以内 但是开启限速后 CPU占用到了60%以上 极限速度不到800兆 我觉得它的QS限速功能还需要再优化 WiFi设置中 我将自动优化信道关闭 手动设置44信道 其他默认 5G默认开启KV漫游 4条空间流 WiFi6模式下 最大协商速度是4800兆 波数成型天线数量是4 我的测试环境如图所示 路由器放在图上的A点 路由器离地面56厘米 这个高度是模拟电视柜的高度 路由器的实际摆放位置如图 我们直接看数据汇总 华为B17 Pro 待机功率8.3瓦 测速时的功率是12.7瓦 它的5G Wi-Fi有4条天线 信号明显好于 两条天线的B13 Pro 也好于三条天线的联发科方案 与四条天线的WiFi7路由器相比 远端第一两点 好于小米万兆和瑞捷B172 Pro 与华硕B188U的澳大利亚模式差不多 总结 华为B17 Pro使用全高通芯片方案 主控芯片IPQ5322 四核A53主频1.5G 配合粗色的散热设计 高负载时的稳定性不用担心 价格方面 首款上市的B13 Pro价格是小米B13600的2倍 而这一款并没有比小米同规格的产品贵太多 算是比较合理的价格了 华为路由器用高通芯片后 独特之处只剩下了鸿蒙系统 功能上支持游戏加速 网课加速和儿童行为管理 但是缺少了双腕和耐口聚合 所以我觉得这款路由器最大的亮点是WiFi信号好 120频左右的普通户型 单台路由器就能获得非常好的体验了